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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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互传 作词 李宗盛 在那边 消失了 那是境地 死亡雷月 现在不到开启的时候 神王都进不去 本座去外围瞧瞧 以前回布家吊牌人手 你弟弟矿窟为中心搜寻 有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 上当了 两柄身神剑 外加两万年份的神药 必须尽早铲除此次 有绝后患 外加两万年份的神药 外加三万年份的神药 外加三万年份的神药 不过区序二重天神 就出动我们四大金刚 会不会小题大做 你们见过哪个一重天神 竟用三十年时间 就突破二重 要有哪个二重天神 能越即斩杀一位五重天神 和多位四重天神 乾坤剑神不是一般人 不可轻视 你们四人 各带一万神府位 去千六城 协助杨凡抓人 是 天下 我虽已突破之三重后期 但中品神原石却总是无极 这些神原石足够维持阵法二十万 不急 更何况 我那秘境中有不少神经 比神原石好百倍 到了虚弱周期 都是你了 那扇建筑 除了水火人石和神经 秘境中还有没有别的吧 嗯 时间太久 记不清了 对了 我先传你一门 对雷电抗性极大的体数 原刺雷体 那是什么 练成它 你不但能在神雷中穿起 还能吸收其力 施修炼 事半功倍 多谢前辈 等下血熊上神来了 都给我激励他 谁若敢冲撞 休怪我落手无情 通元府府主欧龙炎 邪一众部下 拜见血熊上神 欧府主 有礼了 恭贺血熊上神 夺得天交宝十六 要我血神宗天威 等下次天交战 您定能进入前十 去天交山修炼 到时候突破真神 只日可待啊 那就借你吉言了 敢问血熊上神此次前来 可是为了乾坤见神一事啊 一个蝼蚁 如何值得本神花费大量神经 传到这里行尸问罪 欧府主 未免也太高看他了 本神最近 得了一篇极为厉害的雷法 听说死亡雷玉即将开启 若能进入修炼 将大有益处 原来如此 距离死亡雷玉开启 还有三天 在此之前 我会为您安排好一切 九重天神 别紧张 他发现不了你 公营福主大人 巡福使大人 这位是血义真神之子 天交榜排名十六的血熊上神 拜见血熊上神 本座不惜打扰 东元府的人跟着进去就行了 其他人 禁止入内 血熊上神放心 小神定会守好路口 不让任何人进去 你们什么意思 我家血熊上神 和同元府府主 正在里面修炼 剑杂人等 不得入内 死亡雷玉又不是你们的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 就是 里面空间那么大 雷元气那么充足 他们几个又吸收不了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你们想得罪血熊上神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几经几两 我就不信 他们能一直待着不出来 咱们去旁边等 缩缩时间 他们应该走远的 错有待毙 只会错失良机 不如博语吧 乾魂剑神 无论如何 一定要让杨晨这个名字 响彻天阳学院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